在这个视频里 我就是要记录一下 如何把 ABCD到26个字母 打在表格里面 用一种方法 我刚学到的一种方法 OK 现在从1到100 或者1到200 这个是没问题 12345 然后你如果有这个序列的话 你把它全部选项选上 然后往下拉 它就它就可以了 一直选到下面去 但是如果你要做成 你要想打ABCD 你要这么图办的方法 它不会让你继续打ABCDEF 它会重复ABCD ABCD ABCD 那么怎么打成ABCDEF 集结团1到26个字母呢 网上有一个方法 我来修你一下 怎么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自己也做一个记录 要不然我就忘掉了 它有用一个功能叫做 CHAR C-H-A-R 这个CHAR方式是什么呢 CHAR方式是 using CHAR方式 to return the correct specify by a number of by numbers 所以这个是 CHAR这个是一个 计算机编程的语言 这个公式 那么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现在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全部系掉 我想 我想 做一个A到 Z这个ABCD的字母 打在这个 sperge sheet里面 那怎么做呢 你首先还是先做个 12345 还是需要一个 先做一个数字的排序 一直到26 OK 然后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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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n上面呢 就打一个 等于 打一个 括号 等于 别打括号 打CHAR 这个 功能 你打CHAR 它就让出来一个CHAR the get corrector associate with numbers 那么怎么做呢 现在是把 在这个 因为这个数目是在1上面 在1colon上面 就打个CH 就是 1万 OK 那么1万 然后再打个 加法 打个64 然后 就出现了奇迹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现在一打回车 哇 它A到26的字幕 就全部打出来了 是不是这个 这个功能是很酷 我在那个 在刚才那个 网上学的 OK 所以就 你想把A到 Z 排序 打在 spare sheet colon里面 那么就是这样做 非常简单 诶 怎么停这个